众所周知,张伯芝给谢丁峰剩下了两个帅气儿子,但最终因照片们的发生,两人的婚姻还是惨酷地走到头了,不过令人大叮眼镜的是,谢丁峰和王妃居然又旧情复燃了,都都转转十多年,两人再次放出火花,网友纷纷感叹,谢丁峰是有多喜欢王妃啊,看来两人真的是真爱啊,而一把年纪的谢贤在让王妃做儿媳妇这件事上很决绝,就连家庭聚餐都不会叫上儿子的女朋友。 就算全世界都知道了谢丁峰和王妃爱得死去活来,谢贤也装作美是人一样不理会,因为看遍事实沧桑的谢贤根本不认可王妃,也不相信谢丁峰会和王妃过一辈子,王妃不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女人,从王妃经历过两段婚姻之后,对两个女儿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王妃是一个很自我的女人,都说女人最舍不得的是孩子,离婚之后的女人会为了孩子而放弃很多发展新感情的机会,相比于孩子相依为命的张伯芝,王妃显然不是这样的妈妈。 谢贤很清楚,她不适合做一个好妻子,更不可能与谢家的男女老少好好相处。 王妃断然不愿意做孩子的后妈,一个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不能负责到底的女人,该怎么做好后妈呢? 谢贤虽然一生风流,但是她是不愿意这个女人来给自己的孙子们当后妈的。 一旦王妃进了谢家的门,张伯芝和谢家势必会减少来往,到时候谢贤可能就无法如愿见到孙子们了。 相比于王妃,谢贤显然更喜欢张伯芝,因为张伯芝对谢家的好谢贤永远记得,谢贤对张伯芝的疼爱可以说早就把张伯芝当成一家人了。 即使张伯芝和谢霆锋离婚多年,谢贤依旧把张伯芝当成谢家的儿媳妇,甚至希望张伯芝能够重新搬回谢家大宅。 因为谢霆锋常见不在家,一直和王妃被爆各种新闻,相比之下张伯芝对谢贤的关系显然多于谢霆锋,这个儿媳妇也是深得人心,王妃是无法取而代之的。